狗狗本以为流浪汉要为它解开绳子 还它自由 然而正当它无比期待这一刻的到来时 离谱的是 流浪汉却又将一根铁链 扣在了狗狗拨圈上 更离谱的是 流浪汉竟将铁链另一端绑在自己身上 随后虚弱地躺在了破烂堆里 而狗狗还完全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将头依偎在了流浪汉身上 静静地趴在它的身边 直到它没了心跳 看着一旁一动不动的流浪汉 狗狗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 好在它在破烂堆里 翻找到了一些食物 勉强度过了几天 可好景不长 很快它就没东西可吃了 眼看美味的鱼儿就在眼前 狗狗却毫无办法 只能干着急 时间一天天过去 狗狗又渴又饿 明明水源近在咫尺 但无论它怎么使劲拉扯铁链 也无法凭一己之力 走到河边去 最终精疲力尽的狗狗 躺在河岸边昏睡了过去 它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到了自己小时候 它和妈妈一起 生活在一个废弃建筑下面 有一群小猫咪与它们作伴 突然有一天 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它们是渡馆礼局的人 带走了它的妈妈 而它幸运地躲过一劫 接下来的日子 多亏了一只猫妈妈的喂养 才让还喂断奶的狗狗 继续活了下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 狗狗渐渐长大 猫妈妈也成了它的妈妈 这一天 一个叫卢卡斯的小伙和朋友 来到这里看望流浪猫 和往常一样 卢卡斯为猫咪带来了食物 看到猫咪们都很信任它 狗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它一个箭步窜了出去 赶在它们离开前 狗狗来到了它们面前 卢卡斯一见到这个小家伙 就爱不释手 狗狗也不停舔视着它的下巴 表达它的喜爱之情 于是 卢卡斯决定将小家伙带回家 一回到家 卢卡斯就赶紧与妈妈分享喜悦 它表示 让狗狗与它们一起生活 这样也有助于妈妈治疗抑郁症 妈妈欣然接受了它的提议 它也很喜欢这个小家伙 从此狗狗有了新的家 卢卡斯给它取名叫贝拉 它经常陪贝拉玩手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贝拉就长成了一条大斗 当卢卡斯忙于工作的时候 妈妈不但会带着贝拉出去散步 还会把它带到自己所在的退伍军人医院 将它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也让贝拉能抚慰这些退伍老兵 因战争而留下的心理创伤 大家也都非常喜欢贝拉 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安逸 可这天动物管理局的人 却找上了门 他告诉卢卡斯 有人投诉他们私自藏匿危险动物 因为在当地养斗牛犬是违法的 并警告他们 如果狗狗在大街上被逮住 它就会被收押 为了保住贝拉 卢卡斯想到一个好主意 这个回家的游戏 贝拉很快就学会了 只要卢卡斯一声令下 贝拉总能以最快的速度 准确无误地回到家 并躲在门口的角落里 直到这天 一只出现在窗外的松鼠 吸引了贝拉的注意 他竟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 然后冲破纱窗 一直跑到了外面 尽管卢卡斯很快就找到了他 可糟糕的是 他们还没来得及回家 动物管理局的人 就带着泡口气赶来了 他们想要扣押贝拉 更糟糕的是 此时卢卡斯让贝拉回家了 可贝拉却待在原地 不愿离开 不管主人怎么请求他 他都不为所动 原来他担心这群人会伤害主人 于是决定留下帮助他 就这样 贝拉轻松就被套住 卢卡斯被迫无奈 为了让贝拉免受伤害 他主动抱起贝拉 一边安慰他 一边将他送到了 动物管理人员的车上 并亲手轻轻地锁上了铁笼 临别前 他告诉贝拉 自己会去接他的 贝拉也舔着他的手 表示不用为自己担心 然后贝拉就被送进了动物管理局 几天后 卢卡斯将贝拉保释了出来 但工作人员也告诉他 尽管贝拉没有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但是他已经被认证为斗牛犬了 这意味着 如果他再被抓到 他就会被时事安乐死 为了贝拉的安全 卢卡斯决定将贝拉 暂时寄养在600公里外的叔叔家里 因为那里没有寄养斗牛犬的规定 他们一回到家 就赶紧收拾贝拉用的物品 然后趁着夜色 打算悄悄送贝拉离开这座城市 分别前 卢卡斯告诉贝拉 气收发动 望着主人与自己渐行渐远 贝拉不停发出乌业声 来到叔叔家里 贝拉被照顾得很好 叔叔和家人都很喜欢他 可贝拉却一心只想回到主人身边 于是当叔叔正在花园里干活时 贝拉趁他不注意 快速跑到围栏边 借着一旁的儿童滑梯溜走了 他决定回到卢卡斯身边 凭着来时的记忆 贝拉踏上了回家之路 由于路途非常遥远 贝拉饿了就到垃圾堆里翻找食物 渴了就到河里喝水 这天当他在丛林里赶路时 突然的一声枪响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他赶紧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结果发现一只大猫咪 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紧接着 他看到两个持枪的猎人 正在朝这里赶来 于是贝拉急忙跑到一旁躲起观望 他仿佛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而就在这时 他扭头发现 旁边竟然有一只小猫咪 可要比他见过的猫咪大得多 贝拉看看前方躺着的大猫咪 又看看一旁的小家伙 好像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希望小猫咪跟自己走 别被坏人抓住 当贝拉走出一段距离后 回头看看 发现小猫咪正在跟着自己 他也就放心了 看着眼前这只 长得像小猫咪的美洲狮宝宝 贝拉想起了小时候的不幸遭遇 也想起了照顾自己的猫妈妈 于是他决定像猫妈妈那样 照顾这个小家伙 贝拉每天出去觅食 总能在充满善意的笑脸中 巧妙寻得食物 然后带回去与小猫咪分享 也能从不愁鱼吃的钓鱼达人那里 为其分担一些鱼儿 还会主动收走人家不要的垃圾包 从中找寻一些食物 一段时间后 小猫咪长大了 他不但学会了寻找食物 还懂得了照顾干妈 每次都不忘带回食物与贝拉分享 晚上睡觉时 也由原先的贝拉呵护着他 变成了他呵护着贝拉 他们彼此依偎互相取暖 成为了彼此的家人 可生活并非一直那么宁静 这天他们遭遇了危机 森林里的狼群盯上了他们 小猫咪见状赶紧逃跑 贝拉紧随其后 而狼群也不想放弃难得的猎物 紧紧地追在他们身后 跑到河滩上 眼看前方已没了去路 小猫咪吓得爬到树桩顶部 贝拉则被狼群团团围住 尽管内心也非常恐惧 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他已经做好了放手一搏的准备 狼狗大战即将移出即放 然而下一秒 三个野外徒步的游客 冲冲赶来 赶走了狼群 涉事未深的小美洲狮 见到人群 也下得赶紧开溜 贝拉则暂时留了下来 因为他想从这群人那里 要一些食物吃 晚上贝拉叼回游客给他的食物 与小猫咪一起分享 冬天来了 天空飘起了雪 大地覆盖上厚厚的积雪 湖面也冻上了冰层 贝拉与小猫咪在冰面上玩耍兮兮 开心得不得了 贝拉在陪伴小猫咪成长的同时 依旧在寻找自己的回家之路 这天早上 他们从雪地里醒来 贝拉听到不远处竟传来了狗叫声 她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同类了 于是异常激动地跑了出去 原来是一条边木和她的主人 见到自己的同类 两条狗狗都特别兴奋 他们吠叫着相互打招呼 谁都想不到 接下来竟会发生一场灾难 边木小黑激动地朝着贝拉跑去 主人大声唾斥想要叫住她 下一秒竟引发了雪崩 尽管附近滑雪的人 大声提醒男人快跑了 可她根本来不及躲 一下被埋在了雪地里 恢复平静后 贝拉赶紧从雪地里钻出来 然后直奔小黑所在的位置 帮助她从雪地里寻找主人 附近滑雪的人也快速跑来帮忙 很快他们就在雪地里逃到了男人 其中一人赶紧报警找来了救援队 救援队第一时间就吓了男人 将她送往医院 可两条狗狗的去向却成了问题 被迫无奈 滑雪的两人只好决定将狗狗带回家 看着不远处的小猫咪 贝拉久久不愿离去 她知道小猫咪也不想与她分开 可被绳子拴住的她毫无选择 只能被拖拽着来到了两人的家里 贝拉用爪子不停地派打玻璃门 想要出去找小猫咪 可她根本出不去 每次在院子里玩耍 贝拉也会不断地寻找出口 来到新的家 他们都对贝拉和小黑很好 给他们美味的食物 让他们睡柔软的床铺 尽管这让贝拉找到了家一样的感觉 但她还是想念卢卡斯 于是当两人带着狗狗到森林里散步 并为他们解开牵引绳时 贝拉决定再次踏上回家之路 尽管小黑想让贝拉留下来 加入这个新家庭 可贝拉知道 自己心里面一直放不下主人卢卡斯 于是不管新的主人怎么换她回去 她都毅然决然地跟随自己的内心 转身踏上了回家之路 贝拉在森林里走了很久 肚子实在是饿得不行 于是想到有人的地方找东西吃 她来到一个小镇上 发现能找到东西吃的地方竟都关门了 正当她一筹莫展示 突然飘来了香气扑鼻的味道 原来是炸鸡的香味 于是她悄悄蹭进超市 果然一进门就看到了香喷喷的炸鸡 贝拉毫不犹豫地走上前 称工作人员不注意 邀起一袋炸鸡就慌忙往外跑 然后跑到安全的地方 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而就在这时 旁边突然有人向她递过来一碗水 她喝了以后 仿佛一下子腿脚都不听使唤似的 任由男人牵着就走了 原来贝拉被一个流浪汉给控制住了 她把她用绳子拴住 当成了她赚钱的工具 这招果然管用 很快就有爱心人士给她钱 贝拉能感受到流浪汉很难过 而这感觉和她之前 在那些退伍军人身上感受到的一样 那也是因为战争所留下的心理创伤 尽管流浪汉总是将贝拉拴着 不让她出去玩 但她也从不让贝拉受到挨饿 他们相互取暖 她把贝拉当作自己唯一的办 虽然天气渐渐变暖 但贝拉却感受到流浪汉越来越难过了 她也明白 她不会为自己解开绳子 于是贝拉尝试着咬断绳子 然而就在她即将成功之际 流浪汉却发现了她的计划 于是她将原先的绳子换成了铁链 并将铁链的另一端绑在了自己身上 流浪汉知道自己生命已到尽头 她要留下贝拉这唯一的朋友 永远与自己相伴 贝拉能感受到她的痛苦 一直趴在她的身边 陪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路程 尽管饥饿让贝拉难以忍受 可铁链的束缚让她只能眼睁睁看着 近在咫尺的鱼儿仰头挑衅自己 冥冥水源就在眼前 她却拼尽全力也没法喝上一口 经过几天的折腾 她累得瘫倒在了河岸边 就在她渐渐丧尸声的希望 陷入绝望之时 不远处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贝拉立刻抬头看去 原来是两个骑车的男孩 他们也发现了正趴在河边的贝拉 贝拉知道自己有救了 两个男孩捏手捏脚地来到贝拉身边 看清了她被铁链绑着 一个男孩想要看看 她被绑在了什么上面 于是上前拾起了铁链 她顺着铁链的方向看去 眼前的一幕把她吓了一大跳 这时他们才注意到流浪汉的尸体 尽管他们内心充满恐惧 但还是决定解救狗狗 于是上前为贝拉解开了铁链 重获自由的贝拉 第一时间冲到河边喝起水来 她从没觉得河水竟如此甘甜可口 在那之后 贝拉继续踏上了回家之路 在漫长的路途中 她已经渡过了两个寒冬 她不知道自己还要走多久 但她相信自己一定会找到卢卡斯的 然而路途依旧危机四伏 当贝拉正在寻找食物时 再一次遇上了狼群 眼看就要遭到围殴 她下得赶紧逃跑 贝拉在森林里跑了一天一夜 以为这下总算安全了 但很快她就知道自己想错了 狼群从丛林里猛冲出来 贝拉慌忙加速开溜 可狼群紧追不舍 贝拉猛地冲上一个山坡 糟糕的是 前方竟是一处崖壁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 也完全无路可逃 眼看没了去路 回头又来不及 此时狼群也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他们将贝拉团坛围住 这下就要完完了 作为一直有骨气的狗狗 贝拉放手一搏 与狼群展开了殊死搏斗 突然狼群注意到 崖壁上方有动静 他们纷纷抬头看去 竟被眼前的场景 吓得愣在了原地 原来是一头美洲式 贝拉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站起身来 扭头看去 发现竟是自己的干女儿小猫咪 小猫咪猛地跳到贝拉前面 其他狼吓得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再次见到小猫咪 贝拉异常地兴奋 小猫咪也同样如此 他们将脸颊紧紧贴在一起 表达着彼此之间的好久不见 和深厚的情谊 从前是你挡在我的前方 照顾我 护我周全 现在换我在前面保护你了 他们彼此都很享受 又能相互陪伴的感觉 贝拉甚至晚上做梦 都梦到自己带着小猫咪 回到了卢卡斯身边 她觉得主人见到小猫咪 肯定也会很兴奋的 于是当贝拉经过长途跋涉 总算抵达了主人所在的城市边缘时 她想让小猫咪跟她一起回家 可小猫咪却希望贝拉跟她走 于是他们不得不相互道别 他们知道这将是彼此之间的 最后一次见面 但他们内心永远爱着对方 随后贝拉继续上路 几个小时后 她到达了城市 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能到家了 就能见到主人了 可就在横穿马路时 贝拉一不小心被一辆车撞到了 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好在过了一会儿 她渐渐清醒过来 随后挣扎着站了起来 可是她的一条腿受伤了 看到一位警察正朝她跑来 贝拉以为是来抓她了 于是她赶紧钻过护网逃走 尽管腿伤让她很痛苦 但她还是坚持继续走下去 贝拉凭着早年的记忆 终于找到了主人之前住的地方 她兴奋地朝着门口走去 我不及待想要见到鲁卡斯 由于大门是关起的 她只能不停睡觉来让人开门 很快门打开了 可给她开门的是她不认识的人 贝拉顾不了那么多 快速窜进房间到处搜寻起来 然而她发现 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这里早已没有了主人的气味 贝拉失望地趴在地上 她感觉自己疲惫不堪 想要休息一会儿 突然耳边传来了一声猫叫 贝拉扭头发现 竟然是小时候的猫妈妈 他们将头紧紧贴在一起 来表达他们之间的问候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朝着他们走来 贝拉一眼就认出了她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 使出全身力气跳窗而逃 猫妈妈则来到窗台上 与她道别 随后贝拉匆忙离开了那里 由于卢卡斯和妈妈搬家了 所以贝拉只能想到一个地方 或许还能找到主人 那就是退伍军人医院 那是卢卡斯工作的地方 也是妈妈带她来过的地方 来到医院里 贝拉发现这里竟然还有其他狗狗 难怪她能轻松进入 贝拉来到了花园里 一眼就认出了熟悉的面孔 而那些退伍老兵们 也很快就发现了她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呼唤贝拉的名字 贝拉立马拖着受伤的腿 一拳一拐地去到他们身边 再次见到这个治愈人心的老朋友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也是在这个时候 贝拉扭头看到 主人卢卡斯也正好 在不远处回头看向自己 卢卡斯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随后主人与狗狗双向奔赴 贝拉拖着受伤的腿 狂奔向卢卡斯 渐渐地 兴奋让她受伤的腿 仿佛恢复了活力 卢卡斯也不禁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一人一狗紧紧拥抱在一起 没有什么比这更振奋人心的了 经过了九百多天 一共六百多公里的路程 贝拉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回家路 她让我们看到了狗狗的忠诚 狗狗会爱自己的主人一辈子 当你决定要迎接一条狗狗的时候 请务必善待它